现在我们要乘坐两个半小时的动车 来到位于成都东北的浪中 古镇和其多 为什么我们要千里迢迢来到浪中古镇呢 据说杜甫隐居在成都杜甫草堂的时候 曾经来过浪中两次 他认为浪山的灵气可与松山华山相比 让人忘却世间烦恼 师圣都这么大力推荐的 我们怎么能不来瞧瞧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来有规定 衣服不能一家头 那么这个后来呢 十年过去了 十次步骤 三十年过去了 三十年过去 三十年过去 六十年过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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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旅館的人帮忙准备了早餐 有这里著名的白糖蒸馍 吃完早餐我们打算到张飞庙走一走 这条小巷子是当地的早市 当地的居民会来这边买早餐 浪中因为出了两对兄弟得到状元 所以这里有这个状元房 汉环侯慈就是张飞庙 张飞于慈驻守七年 把这里治理得很好 死后也葬在这里 所以有一个纪念他的庙 上面那个万夫莫敌 是台湾台中人所捐赠的 这里也有雕像馆来叙述一些史诗 张飞墓还有一些石碑 这是张飞 左边这个石碑的字是张飞所提 走累了也可以搭马车来逛古城 眼前这个是中天楼 中天楼位于古城的轴心 是风水跟穴位的正中央 清晨游客比较少 张飞牛肉也是这边的特产 这边的几家大院 现在目前都已经变成了旅馆 比如说目前这一家秦家大院 侯家大院 聂家小院 以及李家大院 这些现在目前都是旅馆 我们走到了南门 登上南门 上面可以一览古城的风光 正前方是我们刚经过的中天楼 浪中也是风水宝地 相传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派 袁天刚来这里展断龙脉 那袁天刚跟李春风 都是唐代有名的风水家 他们两个时候 都选择要站在浪中 所以这边有一个 风水馆可以参观 那到中午 我们打算要搭动车回机了